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来是公务人员 那么因为上南这边需要一个做电台节目的专业的人 所以我就辞掉了公务人员进来 这样子已经有31年的时间 一进来就是做大海广播 而且随时在上南的身边 一个礼拜七天有三天是在台北的录音室录节目 有四天的时间就回到经社 接这个工作每一天都在备课 每一天都在做功课 我的资料夹都是有分类的 那最早期都是用纸本 现在都是用数位档 所以电脑本来是不会 也就被逼的一定要会 在做广播的这段期间 广结天下云 很多的场合活动要主持 今天要导读的就是靖丝 还有要分享要讲课有讲座 做了有29年借零退休 退休之后呢更有机会跑海外 而且也是富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一定要说法要传上人的法 同修我们跟上人是同修 实际是永远都在做的绝对不能停歇 因为一停歇下来 就是会命自己中断 损失的是自己 所以不分有没有退休 同样的心在做